全世界最毒的十种花 第一名仅需三到五毫克 就能致人死亡 许多毒性惊人的花朵 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有人因为触摸了路边的花朵而中毒 有人误将毒花当野菜 给全家带来巨大灾难 有的花是武侠小说中的著名毒药 有的花曾杀死过成千上万的人 今天齐去醉套将为您揭开 全世界十种最毒花卉的神秘炼纱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美丽 却致命的花卉世界 为了避免您下次找不到我们 请先点击订阅 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曼陀罗花 曼陀罗花又称阳金花 大喇叭花等属于茄克曼陀罗鼠 是一种草本或半灌木植物 曼陀罗的名字来自于梵语 以为圆满 曼陀罗花是佛教的四大集花之一 它与莲花 山玉兰和幽坛婆罗花并列 象征着吉祥和神圣 曼陀罗花颜色多样 花朵如同精致的喇叭 花香淡雅迷人 不过除了美丽的花朵 曼陀罗花还以令人畏惧的毒性而闻名 影视剧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蒙汉药 就是古人以曼陀罗为原料制作的 从古至今 无数英雄豪杰栽倒在曼陀罗的美丽花朵之下 曼陀罗花的毒性主要来源于其含有的多种生物碱 这些生物碱对人体有着强烈的刺激和麻痹作用 是一种强大的神经毒素 人一旦误食曼陀罗花 可能会出现头晕 站立不稳等症状 严重者还会出现昏迷 抽搐 甚至死亡 曼陀罗全株都有比较强的毒性 尤其是种子的毒性最大 很多人常会将曼陀罗误认成秋葵 丝瓜花以及喇叭花而误食导致中毒 因此在接触曼陀罗时 必须格外小心 仔细辨认 第九名 家竹桃 家竹桃是家竹桃科的长绿大灌木 它的叶片如柳四竹 花朵鲜艳美丽 且花旗长 因此 家竹桃被常用于圆林景观的布置和美化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景观植物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甄嬛传》 一定对家竹桃的毒性有一定了解 《甄嬛传》中就有以家竹桃花粉做毒药的情节 家竹桃的毒性主要来源于其枝叶中的强心肝等 这些有毒成分存在于家竹桃的每一个部分 包括花叶金和根 一旦物食家竹桃 人体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 如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 严重者还会脱水 休克 家竹桃的毒性还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引发呼吸困难 瞳孔扩大 意识模糊等症状 在极端情况下 物食家竹桃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 危及生命 除了雾食 家竹桃的枝叶如果接触到皮肤也会引起过敏反应 如果其枝叶不慎进入眼睛还可能导致眼部的不适合损伤 而且家竹桃的毒性并不会因其枝干干枯而消失 燃烧家竹桃枝干所产生的烟雾同样含有毒性 吸入这些烟雾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不过家竹桃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如清热解毒 抗菌 保护心脑血管等 但必须注意的是 这些药用价值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 以避免中毒风险 第八名 灵蓝 灵蓝是一种百合科 灵蓝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的花朵小巧玲珑 宛如一串串铛低垂摇曳 并散发着淡雅的芬芳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灵蓝深受花卉爱好者喜欢 常被作为盆栽摆放在庭院当中或者室内 然而 在这美丽的花朵之下 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 灵蓝全株有毒 其毒性主要集中在根部 经部以及叶子中 物食灵蓝会引起中毒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灵蓝中毒表现通常包括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 同时还可能出现头痛 头晕 心剂 视力模糊等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异常 为什么灵蓝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毒性呢 这是因为灵蓝中还有多种有毒的化学物质 如强心肝等 这些物质在一定剂量下可以对人体的心脏等重要器官产生严重的损害 尽管灵蓝有毒 但它在园林景观中仍有一定的价值 其美丽的花朵和优雅的姿态常常能为花园增添一份宁静与浪漫 然而 在欣赏灵蓝的美丽时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避免误食 特别是对于儿童和宠物来说 更要远离灵蓝 以免发生意外 第七名 一品红 一品红 又称相牙红 老来胶等 是一种原产于中非的变色型观赏植物 一品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红的如火 咽得四霞的包叶 一品红的包叶 以鲜艳的红色 深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 在许多庆典或园林中 都用一品红作为装饰植物 然而 看似美丽的一品红泉珠都含有毒性 一品红的精感中流淌着白色的乳汁 这些乳汁中还有多种有毒生物件 当皮肤接触到这些汁液时 会引发红肿 发热 起氧和局部求诊等过敏症状 如果不慎务视一品红的经验 轻者可能会出现胃肠道反应和神经紊乱 重者则可能中毒甚至死亡 虽然一品红具有毒性 但在日常养护中 并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危害 只要不随意触碰火雾湿气植株 就能安全地欣赏到一品红的美丽 在中医中 一品红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第六名 滴水观音 滴水观音 又称海域 是天南星科海域鼠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叶片宽大肥厚 成盾状新型或渐形 叶脉清晰可见 犹如一把把 绿色的扇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深得花卉爱好者喜爱 滴水观音 常被用于庭院装饰 景观美化等 而最为独特的是 在土壤水分充足的条件下 滴水观音的夜间或边缘会向下滴水 这也是它得名滴水观音的原因 滴水观音含有草酸钙和多种生物件 这些物质对人体皮肤具有强烈的刺激性 一旦皮肤接触到滴水观音的汁液 就可能引发红肿 扫痒和疼痛等不是症状 如果不慎将汁液溅入眼睛 还可能导致睫膜炎等眼部疾病 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误食滴水观音的根莖或叶片 其毒性会对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等造成损害 轻者会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症状 重者则可能出现呼吸困难 抽搐 昏迷 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 因此 在养护低水观音时 应尽量佩戴手套等防护用品 同时也要将低水观音放置在儿童和宠物无法接触到的地方 以免被不慎误使 尽管低水观音含有毒性 但只要了解其特点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就能安全欣赏它的美丽和优雅 第五名 狼毒花 狼毒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通常生长在草原 荒漠等较为恶劣的环境中 狼毒花的外形别具一个 它的花朵小巧玲珑 色彩鲜艳 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 狼毒花也是一种全株有毒的植物 其毒性成分复杂多样 主要包括狼毒肝 乙花肝 毛果狼毒碱等 对于人体来说 吸出狼毒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 狼毒花的花粉对人的眼鼻猴都具有刺激作用 如果不小心吸入花粉 会导致眼睛红肿流泪 鼻腔刺痛流涕 咽喉疼疼 咳嗽等症状 严重者还会引发过敏性皮炎 使皮肤出现红肿臊痒 甚至溃烂 而物食狼毒花更是危险至极 会让人恶心呕吐 腹血头晕 四肢麻木 随着毒性的扩散 还可能出现血运头痛 呼吸困难 甚至心脏停泊 而危及生命 第四名 黄花杜鹃 黄花杜鹃是一种杜鹃花科杜鹃花鼠的长绿灌木 它的高度可达一至三米 花朵成千黄色 花瓣焦难而细腻 花蕊微微凸起 散发着淡淡的芬芳 当黄花杜鹃成片开放时 如同一幅金色的画卷 能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不过黄花杜鹃也是一种全株有毒的花卉 而且它的毒性成分复杂多样 如果不小心误食黄花杜鹃 中毒症状会迅速显现 首先会感到口腔和咽喉 有强烈的灼烧感 随后可能出现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 随着毒性的扩散 会影响神经系统 导致头晕 头痛 乏力 四肢麻木 严重时则会出现抽搐 在野外 黄花杜鹃一般生长在杂木林湿润处 或石灰岩山坡灌丛中 黄花杜鹃也经常被作为观赏植物 种植在庭院或公园内 如果碰到这种花 最好不要采摘触摸或者绣纹 由于黄花杜鹃的毒性大 民间也将它叫做三前三 这是因为黄花杜鹃的根部用量超过三前三 就会引起严重的中毒反应 第三名 毒禽 毒禽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通常生长在湿地 河岸 以及水沟边等潮湿的地方 毒禽的花朵 呈白色散状花絮 它的花朵小巧精致 绽放在经的顶端 四点点繁星 有一种清冷之美 毒禽含有毒禽碱等多种致命的有毒成分 一旦被人或生出 误实中毒症状 会迅速显现 先是恶心 呕吐 接着可能出现抽搐 呼吸困难等症状 若不及时救治 昏迷乃至死亡 便会接踵而至 毒禽的毒性发作极快 往往在人们还未意识到危险的时候 就已经深陷其中 传说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 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后 就是喝下毒禽汁 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毒禽和可食用的水禽 十分相似 经常有人将两者混淆 从而发生中毒事件 对于想要品尝野菜 或从事野外作业的人来说 识别毒禽至关重要 而且在面对看似陌生的植物 不可随意采摘或食用 如果对某种植物存在疑问 最好不要冒险尝试 第二名 乌头 乌头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一般生长在山地草坡或灌丛中 它的植株形态优美 叶片翠绿 很像艾草 乌头的花朵 鼎生在总状花絮上 通常为蓝紫色 乌头的根 还是著名的中药材 其主根加工后叫穿乌 侧根加工后 则叫腹子 乌头的毒性 主要是其所含的生物碱 尤其是乌头碱 乌头的毒性极强 医学研究表明 普通人内伏0.2毫克就会中毒 3-5毫克即可致死 所以即便混在野菜中的乌头叶 或者几块泡在白酒中的乌头根 就可能致人死亡 如果不认误食乌头 首先会感到口舌发麻 随后会出现四肢麻木 恶心呕吐 并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随着毒性的扩散 还会影响心脏和神经系统 导致心肌 心率失常 呼吸困难 肌肉无力甚至昏迷 严重则可危及生命 在历史上 乌头常作为毒药 用于谋杀或者制作毒荐 在三国演义中 关于攻打繁城时 又必中了毒荐 华佗检视后 发现是乌头剑毒所致 因此就有了 后来华佗 为关于刮骨疗伤的典故 在传统医学中 经过严格炮制 和控制剂量的乌头 可以用于治疗一些疾病 如风寒湿壁 关节疼痛等 第一名 白蛇根草 白蛇根草 主要生长在北美洲的草原 和牧场 它身形高挑 通常能长到1.5米左右 白蛇根草的花朵 洁白如雪 高贵弹雅 不过 白蛇根草全株 都含有一种 名为佩兰毒素的物质 这种物质 是一种不饱和醇 毒性非常强烈 对于食草动物来说 白蛇根草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当牛等食草动物 误食白蛇根草后 会患上一种 非常罕见的振战病 患病的动物 会出现肌肉振战 身体不受控制的抖动 这种病 会严重影响 动物的行动和生存能力 随着病情的加重 动物会逐渐虚弱 最终走向死亡 然而 最危险的是 如果人喝了 食用过白蛇根草的 动物所产的奶 会感染一种 非常致命的乳毒病 在17至18世纪 由于欧洲殖民者 不了解白蛇根草的毒性 常饮用食用过白蛇根草的 牛所产的奶 导致成千上万人 感染乳毒病而死亡 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前总统 林肯的母亲南希 汉克斯 她就是因为喝了这种 被污染的牛奶 而失去了生命 直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美国农业部才发现了 乳毒病的致病原因 如今 虽然白蛇根草在农业产区 得到了严格控制 但我们仍可以在野外 发现这种植物的踪影 因此 在户外活动时 需要警惕这种植物 避免接触和食用 以免种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